在寻找这枚最重要的印章 考古人员甚至把墓穴里的淤泥全部运回去 慢慢寻找 终于找到了长沙丞相的印章 完全确定墓主人身份就是戴侯利仓 另外两个墓穴主人的身份大概也有了定论 新锥并不是传说中的皇妃 而是戴侯夫人 三号墓埋葬的是他们英年早逝的儿子 至于为什么一个小小的侯爵夫人墓葬 奢华程度堪比皇室 陪葬品甚至比丈夫和儿子的规模还大 答案随着时间的消逝 在浩瀚的历史中成为了一个谜 这个谜或许在不久的未来能被破解 或许永远无法解密 身份之谜揭开后 人们最感兴趣的就是 为什么历经两千多年 新锥夫人依然保持尸身不朽 众人经过仔细商讨 决定将遗体解剖做进一步的研究 当时湖南省所有的医学专家 几乎都被请来了 放射科 皮肤科 口腔科 妇产科等等 除了小儿科以外 所有临床科室都参加了这场 跨越千年的手术 解剖结果显示 新锥夫人生前患有多种疾病 冠心病 胆食症 日本吸血虫病等等 离世时50岁左右 遗体肌肤光滑表明 她并没有忍受长久疾病的折磨 而是猝死 经过医生的仔细勘察 新锥死于胆脚痛诱发的冠心病 能如此清晰地了解 2000多年前人类的死因 在考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 尸检表明新锥夫人的遗体 只是出现了早期的腐败 尸体暂时被细菌侵蚀后 便没有继续再被侵蚀 时间就这样被阻隔在层层关国外 湖南省博物馆副馆长刘小豹 为大家揭秘了马王堆新锥夫人不朽之谜 一是深埋 二是密封 根据湖南的地理环境 地下8米以下的土壤 有恒温恒压恒湿的特质 其次 尸体用四层棺果成阶梯式白放 用木炭 白泥膏 夯土和风土作为密封材料 有效地起到缺氧 无菌的作用 至于是否还有其他因素 目前也是众说纷纭 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自行查阅 2020年3月 中国刑警法医系教授赵承文 复原了新锥生前的形象 居然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大美人模影 根据遗体推算 他年轻时身高大约1米6 人们据此复原了新锥年轻时的蜡像 新锥虽然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但在千年之后 他却成为了一个世界奇迹 这种人类历史上的奇观 可能再也不会出现 值得一提的是 马王堆汉姆的发掘 和新锥夫人的现世 引起了当时全世界考古学界的关注 日本方面多次提出 为中国考古界捐巨款 只求能带走新锥夫人几根头发 美国方面和日本一样 想尽办法交换有关新锥夫人的物品 不过全都被我方一一拒绝 这些足以证明新锥夫人 在全世界都有着不可复制的研究价值 好了 今天的电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